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金融市場最近最投機的商品莫過於比特幣 一枚比特幣的報價從去年10月的1萬美元附近 漲到最近的57,492美元 但已連續兩日暴跌 2月23日最低跌至45,257美元 儘管短期跌幅超過兩成 但一年內仍然大漲驚人的430%以上 比特幣因其價格的巨幅波動 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價值儲存的投機工具 但卻不適合成為交易的計價單位 這意味著用比特幣進行計價交易 存在著極大的價格波動風險 而比特幣的瘋狂炒作就是一頁之秋 反映當前很多風險資產已經泡沫化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2月23日 在參與銀行委員會報告時表示 美國經濟距離完全就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通脹仍然輕微 當前寬鬆的貨幣政策仍會持續 鮑威爾的證詞大幅提振股民信心 2月23日 道指由下錯超過1% 到收盤小漲0.05% 納斯達克指數也由盤中大跌3.9% 到收盤小跌0.5% 令人憂心的是 美聯儲的寬鬆動作只會助長美股泡沫催大 股價未必真正止跌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指標是融資余額 截至2020年底 美股的融資余額約7,780億美元 較一年前暴增34% 佔GDP比值約3.6% 創下歷史新高 超過2,000年網絡泡沫 和2008年金融風暴時期的3%附近 在美國 透過融資買股的投資人 只需付出買股金額的50% 這種融資買股的方式在多頭市場非常盛行 投資人透過這種槓桿方式 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 一旦股市出現大崩盤 融資戶很可能短期間血本無歸 從而引發多殺多的連續崩盤 歷年的股災最後的跌幅 大概都是這些融資戶認倍殺出造成的 喬水基金公司的創辦人達利奧2月22日表示 根據他自創的泡沫指標 美國上市企業的前1,000間中 約5%的股價已漲到無以為計的地步 他還說當前美股泡沫程度 約達到2,000年和1929年的77%水平 很類似1970年代初期的漂亮50 和1990年代後期的網絡泡沫時代 知名電影《大賣空》主角原型的米高貝利 近期也釋出警訊 他說極度的投機和債務槓桿過大 可能導致股市再度崩盤 他認為此時操作股票無疑是刀口舔血 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 貝利也曾多次發出警訊 但市場將他忽略 美股自去年3月低點大漲超過70% 部分專家據此主張隨時都有可能出現 5%到10的拉回整理 但仍舊屬於健康的走向 但就估值而言 標普500指數的前瞻本益比約25.3倍 寧願高於20年平均的15.5倍 長期出現股價大幅修正的風險不低 2月23日 鮑威爾國會政策確實安撫股民的信心 但納斯達克指數計上週下挫1.57%後 本週兩個交易日又跌了2.95% 代表科技股此刻的賣額仍不容小虛 在股價泡沫化和股值過高的情況下 加上融資買股余額居高不下 股價進一步下跌的機率相當濃厚 投資人切不可掉以輕心 今次的《紳士閣聽新聞》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、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